公外男女有存有疑吗 单身男女或许还有存感情的可能 那么已婚男女和异性相处时会有存有疑吗 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位过来人的真实经历和感受 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第一位 李女士 今年29岁 结婚3年了 她在结婚前就属于人缘很好的类型 大大咧咧的性格 吸引了不少朋友 其中不乏异性 他们会约着一起出去玩 一起做某件事 但彼此之间是有分寸的 她也绝不会私底下单纯和异性见面 现在结婚后 大家虽然都是有来有往 但彼此见面她都会带上老公 而老公也喜欢和他们相处 有时还会主动邀约 要是有什么家庭矛盾 她也只会和同性提醒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她觉得无论什么时候和异性相处都需要有分寸感 单身时候或许还有纯粹的感情 但已婚了就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你也许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可不见得对方没有 保持点距离总是没错的 第二位 何先生 何先生说男人最能明白男人那点心思 男人口中所谓的红颜知己 都是为自己花心找的借口 他和前妻就是这样离婚的 结婚没多久 前女友突然来找他 说自己生活困难 想找他借点钱 他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就给了前女友5000块钱 一段时间后 他就说自己丢了工作 想让何先生帮他介绍工作 于是他就安排前女友到他朋友的公司 至此前女友就经常找他聊天倾诉 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会拍照给他看 渐渐的他也喜欢和他说话 和他玩笑 似乎找到了曾经在一起的感觉 何先生一度认为这只是他精神出轨 还不算肉体出轨 如果有一人能听你说话 聊聊想法 也是一件不错的事嘛 他以为自己能够把控住 能把前女友放在红颜知己的地位 但他还是高估了自己 最后还是越过了底线 老婆知道后就和他离得婚 一点余地都不给 他最后也没有跟前女友在一起 变成这样 他知道都是他自作自受 已婚男女哪有什么纯友谊 到一定程度就会变得不单纯 第三位 陈女士 异性之间不可能有纯友谊 尤其是已婚人士 他老公结婚后没多久 老公就升职加薪 再加上他老公长得又一表人才 周边多的是小姑娘扑上来 他经常能看到他的社交账号上 有女生留言 有的更是大胆 一看就知道目的不单纯 老公已经42了 他比他们都大一轮 你说这样的友谊是纯粹的吗 他老公也好几次在公开的表明 自己是已婚的消息 都挡不住小姑娘的热情 有一次他太生气了 直接在下面留言 让他们收敛一点 没想到他们却回复 我们只是朋友 纯友谊 这样的话 偏偏年轻人就算了 他可一点都不信 等到友谊不纯粹了 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要懂得防患于未然 这就是三位过来人的故事 你听懂了吗 每一场婚姻 都会由热情走向平淡 而那些所谓的异性朋友 就会成为生活的调味品 时间一长就会变得有味道 如果不注重分寸 无疑会对家庭造成伤害 所以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要学会保持分寸 拥有底线 要让另一半不舒服 一旦有了这个苗头 还是尽量减少与对方的接触 我是百成钢 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